好 我们现在要用sus party 来叫 from to 第10课 gradient of a sheet line gradient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gradient呢 他是斜度 ok gradient是斜度 好 然后斜度的情况之下呢 啊 他的计算方式非常简单 ok gradient 马来文是个chernan 他叫做斜度 斜度呢 他是高除以宽 就高 然后除宽 这样 所以他的斜度是高除以宽 ok 你就心里想哎 假设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他的宽度是1 高度是1 这样他的斜度是1除1 1咯 哈 可是我这一边我有另外一个东西 他的宽度是1 高度是3的话 这样他的斜度高是3除以3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一个是 呃 那一个 啊 斜度越大 高除宽的比越大 他就越斜 ok 可是这一个呢 因为他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的斜度要放减 所以减1跟减3 好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然后我们的gradient呢 我们是用m这个符号来代替 m就是gradient 所以我的m 他的高多少个 3个 他宽多少个 12345 5个 所以他是三百五 24 他高是 宽3 所以高除以宽 好 就是这样 好来 接着 这一边 我们要找高除以宽的时候呢 他的斜度啦 我们是用他的formula呢 是y 1-y2 y2-1除x2-x1 你看啊 假设我在这一边 我有两个点 ok 然后这两个点的情况之下呢 他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x1 y1 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他是x2 y2 这个是第二个点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是向前走x1 向上走y1 这个是向前走x2 向上走y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还是这样啊 然后我的宽度是x2-x1 我的高度 是y2-y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gradient是高除于宽 所以他是y2-y1除x2-x1 然后 我教我学生的背法是后面-后面除前面-前面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4-10除5-1 然后-6-4-3-2 然后就有学生分咯 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边的来剪吗 就是说我刚刚是用后面的-后面的 前面的-前面的 我可以用前面-后面-前面-后面 可以的 你看我就有10-4除1-5 然后他就变成6-4 然后他变成-3-2 都会拿到同样的答案 可是呢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这样的方法 然后这样的方法是怎样呢 你想象我现在有一条线 我从后面走来前面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点 这个我叫他前面 这第二个点我叫他后面 所以后面-前面除后面-前面 这样 ok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讲我拿后面-前面的时候 他的好处是 就是我的分母的部分是positive的 你看这个的分母的部分是negative的 然后分母的部分是positive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SPM呢 你写的答案你写成-3-2正确 你写-3-2正确 你写-3-2那就错误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SPM里面 分数分母的部分 我们不要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们不要有减 不要有小数不要有分数 所以你的最终答案 你留成-3-2的情况之下 你会被扣分 然后我这样后面-前面除后面-前面的时候 我的分母一定是positive ok 当然你用前面减后面 或者前面除前面减后面 有时候我会这样做了 ok 因为方便 然后 啊 我都会处理好 让我的分母不会是0 不会是negative ok ok 好 所以这边我的斜度 我直接2-6除-1-5 然后他变成-4和4 所以他gradient是-1 所以我的gradient是-8-2 3-9 所以他就变成-6除-6 然后他变成1 ok 当然你可以倒反过来啦 6-2除-5-1 然后6-2是4 -5-1是-4-1 然后这个是-2-8 然后9-3 然后-2-8的话 他就变成6 6-6 然后他就变成1 好 就是这样 好 在这边呢 他要我们determine 什么是x intercept 跟y intercept 然后再找他的gradient so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要懂什么东西是x intercept 什么是y intercept 你想象一下啊 我在这边 我有y assist 然后我有x assist 然后有一条线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边碰到y assist的是y intercept 碰到x assist的是x intercept ok so y intercept x等于0 x intercept y等于0 这个是口诀来的 so y intercept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y intercept呢 他是0 斗号y intercept 然后x intercept呢 他的 坐标是x intercept 斗号0 所以我们要找hug gradient的时候 我就有0-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-0 所以他会变成-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ok 呃 我们这一刻呢 我们可以一招打天下 所谓的一招打天下 就是怎样 我的gradient 我从头到尾 我都用y2-ye 除x2-x1 ok即使他给你的是x intercept y intercept 你也用这个formula 你也可以找到的gradient 是一样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如果你form4 你有拿mx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你一定要会 因为我们词典form4的时候 他会写成xx intercept yy intercept 等于1 这个是 他的这一种form的equation 然后他有这一个 马上可以画出这个graph 有这个graph 可以写出这个equation 有这个equation 可以找出来gradient 有这个graph 可以找出来gradient 所以你觉得自己 会拿mx的人的话呢 你这一个 -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的这个formula 你要会 如果你觉得你 不会拿mx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 呃 你就用这个y2-1 除x2-x1 一招打天下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y intercept 是6 我的x intercept 是-3 我的gradient 直接是-6 除-3 2 然后如果你要一招打天下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0 6 这个是-3 0 所以我的斜度是6-0 除0-3 所以它变成6除3 也就是2 一样的答案 so y intercept 8 x intercept 5 gradient 等于-8 5 直接 这个高手 直接-1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-8 5 分块 ok so 这一种题目呢 他给你坐标的 我反而不希望你找 他的y intercept x intercept 或者是如果真的是要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把它画出来 ok 你把它画出来 然后你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他是3009 所以09 30 所以我的这个y intercept 是9 我的x intercept 是3 所以我的gradient 我拿9-0 除0-3 9除-3 等于-3 ok 当然你要用那个-9 ber3 直接变成-3 这样也是可以 然后你看 这个是y等于0 所以我就说 x intercept 是-1 x等于0 所以我的y intercept 是10 所以我的gradient 是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所以它是negative 10 除-1 10 好 好 这一个y等于0 所以这个是x intercept 是-4 x等于0 y intercept 是-3 所以我的gradient 所以我的gradient 是-3 除-4 -3 和4 这第四根第五题 我没有把它graph画出来 我就直接 当x等于0的时候才是y intercept 当y等于0的时候它是x intercept 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口诀 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口诀 x intercept 的时候y等于0 y intercept的时候x等于0 所以x等于0的时候 我们拿到的是y intercept y等于0的时候 我们拿到x intercept 这个是这一刻的其中一个重要口诀 大家要会 好 所以我们找gradient 这个你就可以看哦 他的这个坐标是什么 46 这坐标是什么 00 两点乘一线 你拿随便两个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斜度呢 会是等于6-0除4-0 6-4 3-2 这一个 他是-8 12 00 所以他斜度会是等于0-12 0-8 -12 8 -3 2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点应用题的题目 determine the y intercept pass through 这一个gradient是这一个 这一题呢 他有高手的做法 高手的做法是 我看到这个是y等于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x intercept 是-4 他gradient是2 所以我的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所以我的2等于-y intercept over-4 然后这个--1 所以我的y intercept 会是等于2乘4 等于8 这个是属于高手的做法 然后 可是这一题呢 他还有另一种 安全的做法 题目要找y intercept y intercept 的时候我们知道x等于0 所以他就是0 y intercept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是 y-y除x-x 2等于y intercept-0 0-4 0-4 所以1 intercept 等于2乘4 等于8 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哦 更快耶 ok 可是事实上老师是希望你们用这样的方法啦 然后coordinate of the intercept on the x axis 就是他要找x intercept的coordinate so这个 x等于0 所以我的y intercept是-3 所以2分之1等于-3 除x intercept 所以我的x intercept是3乘2等于6 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 y等于x intercept y等于0 所以他是x intercept 0 然后我就有 呃 0-3 等于x 减 没有0-3 x-0 等于2分之1 然后接着我们交叉成 所以我就有这一个3乘2等于x intercept 所以我的x intercept是6 可是题目要我们写成coordinate啊 所以你都要写成6 豆号0 所以他答案是6 豆号0 好 value of k in the diagram 所以value of k 的情况之下 这一题 我们还是一样 gradient等于-1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-2等于-6 除x intercept 所以我这个--1 我把我这个x intercept乘上去 所以我的x intercept 等于6除-2 等于-3 我也可以说 这个 所以我的k等于-3 这个的坐标是 向后走k 向上走0 这个的坐标是向前走0-6 所以我就用0-6 我通常讲我拿后面-前面后面-前面 可是我这样呢 我要找的k 是在后面 在前面吗 我就前面-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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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 0-6 除k-0 等于-2 所以这个时候我把我的k乘上去-2除下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6除-2等于k k等于-3 解决 一样的答案 这一个origin是00 然后 oq跟pq在q交接 gradientofpq是-2 这一个gradientofpq是-2 所以我就有1-7除h-3等于-2 等于-2 所以我就有-6等于-2乘h-3 减减约 然后-1-2-2-3-2-6 所以我的3加3等于hh-6 所以这个是6多号1 还要找gradientofoq 所以gradientofoq 会是1-0除6-0 所以它是1-6 好 在这一边它有一条直线 它经过m跟m 它gradient是-2 还要我们找p的value 所以这个是我的gradient 我要拿p-2 除6-4 等于-2 所以p-2等于-2乘h-2 p等于-4加2等于-2 答案是b 这边我们有4条线 然后 我们知道 向上的是positive 向下的是negative 横的是0 直的是infinitive 所以在这一边positive的是kl negative的是rs 0的是pq 然后undefined 是mm ok我们在课本呢 他就有画了这样的一个 可爱的人给我们看 加是上 减是下 然后直是infinity 1 恒是0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讲解一下 为什么恒是0 只是infinity 你想象一下我在这一边 我会调恒先 这一边我就向前走1 向上走5 然后接着呢 这个我向前走7 向上还是走5 1575 对呀 so 1575 所以他斜度是什么呢 5-5除7-1 5-50 7-16 0除6 0 所以横线的斜度 就是0 然后假设我这一边有一条直线 然后直线的情况之下呢 假设我这一个是1 3 这个是1 10 我的斜度是什么 3-10 除1-1 3-10是多少 减7除0 哎呀 你看我在计算机这一边减7除0 然后他就给我max error undefined 你分母是0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infinity undefined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他要我们算radient of 这一个斜度 他的斜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斜度是 -3-7除4-1 -3-7 就-10 不5-2 ok 我也可以是7-3-1-4 10除-5-2 -2-0除0-4 然后他会变成-2-4-1-2 我也可以是gradient是0-2-4-0 2-4-1-2-1-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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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-2-2-1-2-2-2-1-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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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减1.3他要找 y intercept 这个是 y intercept x intercept是9 所以gradient等于 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gradient是减1.3 减 y intercept over 9 我直接整个减9乘过去 所以我的 y intercept 会是等于 减1.3乘减9 所以减减约3 而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另一个方法更简单 向前走9向上走0 向前走0向上走 y intercept 然后那斜度是减1.3 所以我的 y intercept 减0 0减9等于减1.3 所以 y intercept 等于减1.3乘减9 所以我拿到的是3 so 我会觉得一招打天下这样会更好 好 这一边我就用sus party的 balance 叫luma 把form 2 第10颗交完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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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